你拿到冰淇淋 冰淇淋? 对吗? 对吗? 谢谢 谢谢 真的有的? 是不是免费的? 上次我吃冰淇淋 我不去 今天就是到我老婆的Vaccine 1了 到她打针 上个星期日我打 隔了5天就是我老婆打了 妈咪是今天拿了Vaccine OK? OK 加油妈妈 四件就这样丢在家里了 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到私家加四个 记录一下我老婆的打针日 我和Greg 又不是医生 我们也不是out to 去给任何的专业意见 或者information 经过了加拿大政府 半年的 或者安省政府 半年的安排 终于我觉得都挺顺畅 不过我开始好像很卡 老人家就试验了新系统 我和我妈去 大家的Instagram看到了 如果还没加入Instagram下面 去看看 我转转看看要不要 这些NG不是有剪刀吗?Jeff 很闷的NG 够胆就剪刀 她就剪刀我这句了 然后就 有没有入少少C毫是害怕的? 有丁点而紧张的 今天打针 虽然 over the last 10 years 我都一直要抽血 你知道大肚又一直要炎血 然后我自己之前 又缺帖性贫血 又要定期抽血 但是始终抽血 我都抽惯了 而是永远都是那个位置抽 打针反而 打到肌肉这一种 我反而是想不起上一次 打这些疫苗是什么时候 所以都很久没有打这种针 其实我先把妈妈推出来 先打她 印象中是针这么短的 然后带我妈妈去 你没事了快点打 其实我都很紧张 那天我跟你说 当妈妈刺我 我眼睛看 拔针也挺长的 这么长 不是那么短 说这些话 吓我 现在才来说 但是看完之后 咦 你打了凸 然后就刺了下去了 然后妈妈说 没有感觉 终于拔出来 没有感觉 那就好一点 但难免我打针的时候 记得那支针是少少长的 你觉得刺下去那一刻 你感不感觉到 没有感觉 刺下去 其实我小孩打到现在 但大人还很怕打针 但是拔出来那一刻 就少少一个sharp 就是一个meat 妈妈说拔出来都没有感觉 我想有看手势 见人见智 我想common simpsons 就是手臂 可能发烧 但是第一针就会少一点机会 老人交问就多一点 医生又说你血大reaction就越健康 不知道了 但是你怕打针 还是你怕之后的reaction 就是怕刺下去那一刻 就是你之后有muscle pain chill 或者手臂那些 不是很害怕你的reaction 今天接受那个fizer vaccine 我就觉得 不是有些什么 起码我听说的 没有什么sign effect 是很serious的 所以暂时的心情还是很轻松 就已经刺下去了 说不定刺完之后 就可能会开始想 加拿大vaccine的选择 其实有三种 一种是辉瑞 一种是莫德纳 即是叫莫德纳 两种是mRNA技术 另外一种是Astra Seneca 即是 Astra Seneca做什么鬼 死了 忘记了 还有曾经有出现过Johnson & Johnson的 那一种就是传统的疫苗方法 两种的话 其实大家可能开头想想加拿大 需不需要选择 或者加拿大passport for some reason 你想回来去打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样的系统 一路就是Astra Seneca 还有好像有开始小小的Johnson & Johnson 但现在大部分Astra Seneca 就会在药房才打到 譬如Shopper那些才打到的 那一般来说 如果你去一些government的网站 或者他的体育馆 或stadium去打的话呢 其实呢 或者Wonderland就打下来的那些呢 那其实呢 就只有mRNA技术的 就是Moderna 或者是辉瑞的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的 那第二呢 那个vaccine的数量 那辉瑞呢 其实在入是最多的 那虽然开头的时候呢 有些阻滞了 很慢了 那加拿大总理呢 就很多不同东西说了 是可以了可以了 原来真的end up 就迟到回来 所以你绝大部分去体育馆呢 其实呢 你不用选 都已经是辉瑞占大部分的了 那当然啦 有些体育馆呢 只是carry辉瑞的 那我不肯定 就是我知道 有些friend 亲戚send 带给我啦 那我那个link的网站呢 已经有了 地址啦 它有些什么针 但是 去体育馆 一定是mRNA的一些针的啦 那怎样去设计呢 还有方不方便呢 我发现呢 每一天的 去到差不多凌晨的啦 就是12点到1点呢 其实你体育馆的就爆了啦 那如果你真的没爆呢 那有些网站的 对啦 去一个 我不肯定是否官方 vaccine.ontario.ca的呢 那就有一个网站说 Ajax啊 什么 Markham啊 Berry啊 这些体育馆全部都有的 那有没有位置啊 全部都在那里了 为什么我不确定呢 因为你按下去呢 已经去了他自己的 official呢 真的多了 Ontario.ontario.ca的这个 认转这个牌子 那给他看一看 到最后 那就是这样设计的啦 那你就看看你的第一针 还是第二针啦 刚刚转的而已 因为之前是第一针 然后呢 只要你是有那个 OHIP 就是health card 我们叫做健康卡啦 那就已经是包了 这些针啊 看医生啊 完全免费的啦 那你要的 做的程序呢 就是我认为 每一天呢 都是有一些位置给你的 那它就大概是 两个星期的位置 那我想 你会见到两个星期内呢 大概五六天后呢 是应该必定有位的啦 是多到这样的 这些位置啊 然后就留下你的地址啦 那你当时要带主意证明啦 which is 在多伦多这里呢 你的车牌 就已经写着这些主意证明啦 带车牌 带health card 就搞定啦 是很容易设计 很多位置的 那但是你在凌晨呢 好像我们的夜猫 那凌晨一按下去 就痴痴按不到位置的 那所以呢 不用八点钟 不用九点钟的 我想很逼那段时段呢 是真的推出这个vaccine 之前的 最近的一个月左右啦 因为老人加打先 系统未成熟 那所以有些少混乱的 其他是给自己啦 譬如我妈那样 她自己 就是之前录了一段片给大家啦 那我就跟她说 喂 那个virus呢 其实很大机会 它是不会自己就这样消失了的啦 经过了就是 我想就是 我们很 demand呢 是需要那个小孩回学校啊 那如果他回学校 不在小孩一定的问题是 全美老人家 那个问题会大一点 那所以呢 他经过都很乖很聪明 我自己考虑了 就take这个first shot 不同情况 必定要问回专家的意见 在加拿大啦 或者安省呢 要打的针那个步骤呢 暂时来讲是很简单 很快 还有很多很多位置的 那现在已经去到12岁打得啦 是已经65%以上的人 打了第一针的啦 已经 那打第一针 我估计打第二针 机会都偏大的 去回当时的现场的流程啊 还有那个地方啊 那个样子是怎样的啊 一进去体育馆呢 他就只可以十分钟前进 他首先将我们的口罩呢 就脱下 脱手 才带他给的口罩 但是那一刻会脱出来的 我 怎样说呢 我已经不是很惯 在public脱口罩 但是你看回以前在香港呢 我们下街吃饭 整个逼逼的餐厅 都是脱下口罩的 个人保守了很多 我连脱了几秒钟 我都害怕 但是 可能因为这件事 救你一命呢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到了 就和大家说这么久 就到了这个北面的一个地方 一个体育馆 Are you here for your vaccine? Yes You're going to enter up there where that person is standing with the vest as well so just through those double doors and you exit here and after you get ice cream Oh ice cream Right Sounds nice to me Thank you Thank you 真的有的 是不是家 是不是免费的 上次我吃了 上次我吃了 我吃了 我不许啊 我实在很感兴趣 你想想 他不是第一次跟你说 他说了一千次这句 一千次 他都很 很奉行 对啊 还有里面 每个打针都会说加油 有些贴纸 那我们吃了 一会进去 那我带我没有 不是我打 不理打 可不可以搏大帽 我有打 掩住一只手 好像刚刚打完 都让我舔一下 吃了机 再骂我一次 说我很坏 特意提我 这针很长 我以为这针那么短 原来这么长 这么多 什么啊 刚才你说 原来这么长 我以为这针那么短 然后你重新 拔这针也挺长的 特意说这些东西来客气 看着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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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原来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扔下去 我还不怕会痛 你扔出来都没有 扔出来都不觉得特别痛 我是现在才开始 有一种鼻的感觉 这么快 怎样 怎样摆了 结束了 这就是个计划 他说给多两张 他还没说完词 说耶 他在旁边都笑了 我们先去员费雪糕吃 先去 这个没打针 也就再拿雪糕 是 有贴纸为证 所以可去血糕 那天他打针 没 Hause Oper 咦 只被部闹 咦 不Rich 摆了 没有雪糕 雪糕呀 打完针了 最重要是有雪糕吃 你们开门 去 好,我們打完針了 裡面的流程順不順利 順利 你的體驗呢? 其實上次都陪我打過了 非常好 尤其是最後有免費雪糕吃的環節 我的影片還未切完 進去,他就叫你拿資料 然後多了一些症狀是關於你 是否有疾症, mental health 很多症狀叫你去有些資訊 手機,或者找人 直接不用等了,你直接舉手就可以了 然後就很快 就算我和我媽來的時候 比較高峰,人多 因為那時候的個案很厲害 都是這麼快的,沒有任何慢了 只不過問你問題慢了一點 很有效力 很細節 我們計劃一下 這件沒啦,那件沒啦,沒敏感 問問問問,問很多 十幾個問題 有一條就說 你沒有找人奶 那現在停不停了? 索性? 不停 有去停 那最後一出來 那些人還是很nice 我媽來的時候 氣氛有點急 但我想那些人還是很nice 那最後就 給貼紙吃雪糕 那支針是不是這麼短? 那支針是這麼長的 沒那麼長,就嚇死人了 剛才我進去前也不敢說 這支針是比我預期長一點的 我想你打出一針 都是沒有望之針的了 昨晚我睡前在想 現在有什麼感覺? 暫時還沒有特別動 那隻左手 所以就不知道左手有沒有痛 沒有特別去動它 那要後來才知道 有沒有什麼手腫 還是有什麼頭暈身氣 就不知道 但現在就是OK 什麼事都沒有 你打完你一針之後 有什麼 side effects? 我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很不健康 除了晚上我就開始守備 去到凌晨要睡 都隔了差不多12個小時 那我就開始是 不可以領這邊睡 這邊摘著更加不行 領這邊睡 好像被人打了一拳 但是聽說 就突然針有這個反應 我不知道這個是隔得不好 還是那個reaction 那第二天已經好一點了 但都舉到這裡 現在都... 即是舉不到 對,舉不到fall 對,舉到的 我舉個比例 來到我的小朋友以為我會玩 好 那就... 怎樣w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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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ap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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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ap it up wrap 我覺得其實可以 在看我們channel 很多很多是加拿大的 以數據來說 大部份的你都可能已經打了 尤其是你還沒打 打了第一針之前 即是隔了很久 可能那個system 都不同了 有效率了 即是快了 大家想研究一下 多一點的reaction 系統 因為我都很問 很問我的朋友 到時是怎樣的 到時是怎樣的 有多少反應 不同歲數 不同性別 不同年紀 我都問了reaction 我是疼的 今天就要做一個小小紀錄 希望呢 不再需要 即是打針 不再需要有另一波 最好就是 一件事 這個就成為紀錄片了 那我想這個就是 最好的 一個方向 的可能性 C++4個 記得subscribe hitlike hitnotification 下次見 拜拜 怎麼樣? 打完針 第一個晚上過了24小時 有什麼症狀?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你什麼都沒有? 你的手? 我想絕大部分人都會 手好像被人打了一槌 但我覺得我已經算很mild 因為有些人 有些人 我 手都遞不高 就是遞不高 我是很冤 但我還遞到 今天還抱 我們30磅的BB 怎樣形容 那個冤法 冤法 就好像有人打了一槌 我就反應大一點 不過只是手 自己傻間間高速的 鑽在桌角 其實 但又很快就康復 因為你 你應該明天就沒事了 其實是 打完針 之後的第一晚 是 我都感覺是 好像異常地眼睡 平時晚上都眼睡 但是 眼睡都對眼是 不是啊 爭不大 你和你出過旅程 所有人都知道 你一向都眼睡 我只形容我老婆的背部 一挨著東西 碰 碰 直到睡了 是不是 當然 三秒熟睡型